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驻欧盟兼驻比利时代表处在欧洲议会 展出中华民国从参与二次大战 签署加入联合国 以及战后协助各国照片共73张 希望让欧洲更多人了解 在1937年到1945年 中华民国和盟国共同努力赢得胜利的历史 台湾在1945年因为中华民国战胜了日本 所以归还给中华民国 那么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把中华民国跟台湾做了一个连结 今年也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 中华民国驻欧盟兼驻比利时代表董国有提到 有特别严选当时代表中华民国 签署联合国宪章的照片 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朗根也表示 既有展览也表明 中华民国与欧洲国家有同样的历史记忆 另外在南韩首尔也举办圣战70周年 即开罗宣言73周年史料展示会 南韩国会议员赵清泰强调 忘记过去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期望透过史料让现代人能再次回顾过去惨痛的历史经验 也回顾台韩两国间的情谊